今天又是我Marco 陪大家介紹美食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手渣餅 和蔥油餅差不多差不多 首先我們先煮一些冷水 煮滾的時候我們先把鹽粉放進去 然後我們有些鹽放進去 然後我們把它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之後 我們就要把滾水沖進去 滾水就可以沖進去 然後我們就可以加冬水 加冬水 加冬水一次過加完 你看到這個盤都很乾淨 我們可以拿出來在桌面搓拌均勻 好 桌面我們放少許麵粉 這樣就把它搓好看 看到嗎 大家很美麗的麵團 我們放在這個盤子裡 我們用一個濕布或保鮮紙蓋著它 大約是20分鐘左右 我們就可以做了 好 那我們搓一下 我們把豬油放進去 然後把豬油搓進去 好 乾燥 開始搓出乾爪的麵團 然後我們把豬油搓進去 放進去 讓它休息大約20分鐘左右 好 我們的麵團就休息完了 休息完之後 然後放少許麵粉 搓一搓 搓一個長形 搓一搓 分開六件 搓一搓 然後放少許麵粉 把麵粉拌勻 把麵粉拌勻 再將會 硬薄 硬薄之後 就可以把麵粉拌勻 然後用麵粉拌勻 慢慢來煎 好嗎? 完成後很簡單 有人會把整班送給我 我手抓給你